就是你問他們說 今天排骨飯好不好吃 大家會回答 因為我覺得奶茶不錯喝啊 請你告訴我是不行 而不是做好 啊我覺得他可以 那每個都可以是誰不行 好不好 所以一三合一三高啦好不好 我是不是又得罪了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來今天是《尼文武達》第五期 第五期 今天我們收集到了123個問題了 連續兩期三期都破版 對 問題的部分 那進入問題之前 姜妮有什麼想要跟觀眾說的話嗎 最近感冒鼻印非常重 我的感冒就是對面那個傳給我的 對 一個星期看兩次醫生 今天等一下 應該還會再去看第三次醫生 就是對面那個害的 那鼻印比較重 請大家多見諒 那最近的部分 可能也會比較常休息 請大家多見諒 好 開始 假如姜妮沒有生小孩的意思 會想要去養幾隻毛小孩陪你嗎 毛小孩不會 太麻煩 在這個年代我覺得 養貓養狗都不太適合 那第二個部分是因為 養貓跟養狗 他們的壽命 我覺得相對比較短 大概十幾年 差不多了 十二三年 十五年差不多 那我們是雙女座嘛 感情非常豐富 那如果狗跟貓離開 或者是我們的寵物離開 那其實都會哭得很難過 當時我養了 有一隻離開 我哭超慘 那為什麼想養 因為平均說明都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 那我不太希望看到那種 送寵物走的那種場景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想要養 可是你對水瓶座了解嗎 非常跳痛 怎麼了 這個觀眾說 請問水瓶座腦子裡都在想什麼 就是 簡單的講 他們想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啦 就是你問他們說 今天排骨飯好不好吃 他會回答 因為我覺得奶茶不錯喝啊 這個就是水瓶座 就是跳躍式的思考 可是水瓶座的人 他們雖然說是天馬行空的 可是 老實講水瓶座的人 都還蠻好相處的 很隨和 只是你會覺得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說出這樣的話 做出這樣的事情 我跟水瓶座的老實講 蠻好玩 麥可教練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就是水瓶座 還有那個誰啊 NBA的最鬼才的總教練之一啊 後教練也是水瓶啊 對吧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這個時間你怎麼會讓主力球員下去 我要練一些有的沒的啊 可是到最後發現 他是鬼才 對吧 這就是水瓶座 為什麼會咬到NBA 厲害了吧 哇 從新作又帶到NBA 厲害了吧 哇 這真的太強了 今年看好哪一隻奪冠 今年喔 我們目前在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第一輪打完了 快挺掰掰 公路隊 全力包 掰掰 沒了嘛 那現在看起來 忽然老實講有機會啦 那今天的最新消息 是秋仁的舅舅受傷嘛 前兩場比賽不一定會打 會不會打我不曉得 今天最新的消息 所以東區很可能是 綠山軍 機會滿大 老實講啊 如果是舅舅受傷 那可能綠山軍機會滿大 然後西區的部分 有可能胡倫啊 金塊都很重 那此時此刻 今天第一場 看上去輸嘛 輸得滿難看的嘛 就是有可能 我自己啊 我覺得綠山軍 滿有機會的啦 我自己這樣看起來 滿有機會的 活塞重建什麼時候 看得到曙光 難啊 在東區 可能要再兩三年啦 不過今年 老實講 活塞的上面比較多啦 看你很這些全員都受傷啦 那你如果可以保持健康 你至少可以打出一個 比較 正常的一個數據或賽季 那你的全員磨合前 才會知道誰是核心 對吧 那今天說為什麼 目前也在活塞嘛 打的就是這樣嘛 把他送走是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好像就是這樣 不過 東區禮今年上看起來 前十強大概 明年也是差不多 這前十之 不會馬上進入到 所謂的富家賽的球盾 或者是季后賽的球盾 這是活塞的部分 今年勇士如果奪冠 那 預測 還是我們不要假設這個問題 不要啦 開玩笑的啦 講完講完講完 他說 Curry 預計他的歷史訂閱會在哪裡 就有可能進入前十啊 因為去年休塞期我們是做 我個人認為他是第十一啦 他跟Hikino來九王 我覺得就第十一啦 很多人他認為他可以進前十 然後我的理由比較簡單 你要進前十 請你把前十一米的一個踢出來 去年我的影片我講 我踢不出來 很多人在我下面留言說 B.O.Russell 那什麼資格 對吧 什麼靠多 有一大堆有美德 當他人離開的時候 NBA退休他球衣的時候 你再跟我講說 他有沒有資格 對吧 哪一個球員他人離開的時候 是NBA退休球衣的 沒有吧 所以你講這個我覺得就沒有意思 就是說 他如果要進入前十 他就是勢必有人要被踢出來 Curry的部分 他佔優勢的地方是 他還沒有退休 他一定還會再往上爬 那Hikino來講就不會了嘛 因為他的生涯成就就這樣 那他如果今年拿下總冠軍 然後又拿下Finales MVP 原則上要進入前十就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要討論的就是 那誰應該被踢出去 討論事情 評論事情 你必須要你負責任 ESPN給你的前十名 如果你認為Curry's可以進入的 請你告訴我誰不行 而不是做好人 啊我覺得他可以 那每個都可以是誰不行 對吧 讓你懂的意思 這大概是這樣 那我覺得他歷史定位 就很有可能會進入前十 那會不會進入前五 我覺得就比較辛苦 因為有幾名確認是已經固定了 你很難超越他跟挑戰他 好 這也是一個我們高級實在在第二項目 台灣直籃如果組一支最強的陣容 有辦法打敗今年NBA墊底的球隊嗎 你說馬刺那一種嗎 馬刺火箭那一種嗎 我覺得也不一定會贏 我講真的我覺得 如果是七戰四勝我覺得不一定會贏 那打一場比賽有可能 因為那些所謂的墊底的球隊 他們再怎麼樣都是職業球型 台灣的這些球星 不要說能到NBA打球 在NBA可以在相關的行業 我覺得都比較辛苦 對吧 豪哥過去算是 可是豪哥後來也回來 那在目前在台灣打球 表示你離NBA的那些球星的實力 其實還有一段差距 如果你打一場比賽 一場定身時 你三分線準可能有機會 那如果今天是七戰四勝 就是大家要用實力競爭這樣 那可能就比較辛苦 有胡倫隊的球迷說 針對教練不用幫把有什麼看法 目前他就是用八春瑞跟Randeville 他可能是用速度 雖然說我有時候認為說 你打個雙塔讓AD回到石頭 好像也不是不行 我老實講 可是他可能是希望 增加攻守轉換的速度 然後再加上這支球隊有Randeville 還有八春瑞其實越打越好 邏輯上你只要八春瑞可以得分 那Lebron James才是健康的 以目前NBA的球鋒來看 除非遇到金塊跟7-6-2 公路被淘汰了嗎 沒了嗎 那不然邏輯上你遇到勇士 或者是一些駕駛球的陣容的球隊 AD要扛勿化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目前他希望攻頭轉換快一點 然後擋拆跳擋拆跳AR 或者是Dean Joe Russell 他不一定要搭配一個中鋒 他如果是場上有八春瑞 這樣的球員或者Lebron James 他會比較打得比較自在 那如果你要用幫把不是不行 他是有外線 可是他的速度相對比較慢 所以就變成你在進攻段上 你可能要等他一下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HEMTA自己本來就比較不喜歡用了 那目前這樣看還不準 你要看到後來的對手是誰 他如果是對金塊 你讓AD子扛五號位 我覺得就可能比較不適當 因為他很容易會有方向胖 目前賽季末的這樣的調度 可能就是地零賽 或者是我目前的對手 進去面一個是需要我放中鋒的 然後就暫時先這樣 那如果是對上7-6人或金塊 我覺得他可能就會調整 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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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前兩年VAN VOGUE拿冠軍的時候 對火箭他也沒有放中鋒 對吧 對金塊魔獸才上來的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你對特定的球隊他可能就會有特定的打法 講你是什麼原因是喜歡上NBA的 那個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誰是球星啦 就是那些球星我都不認識啦 小時候只知道 爸爸帶我看那個天國小爸 他有來台灣 然後我們就現場看 他是誰我也不知道 就聽說人家很厲害這樣 我誰知道他是誰 對吧 因為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看球賽很辛苦 一個禮拜可能都一場不曉得 然後你就會看到魔術強生啊 大鳥伯 我也不認識他們啊 然後到九十年代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有 自己有在打人球 花蕊三井的時候 對吧 然後就看到那個時候 全部都在風工友嘛 可是那個時候就剛好看到 有一個穿31號球衣的 就有夠準 我根本也不認識他是誰 我真的不認識他是誰 我只知道那個34L有夠準 然後我就開始在上NBA 然後他就是Legime 就是因為Legime 我在看 講你覺得近代籃球 你心目中最佳的教練是誰 POPPO吧 我知道勇士球迷一定希望 回回達克啦 OK啦 這兩個都OK啦 老實講都OK啦 那如果你要叫我選 我會選POPPO 因為POPPO在我們那個年代 他等於是都做很多事情 就是有點初期不一定的 你又要幹嘛 你又要創什麼啊 就是你會有這種想法 那當然如果你要再 老一輩的 你可能就會想到Phil Jackson 對吧 就是有幾個人 他真正就是無庸之疑 他就真的強 那你要叫我選 我會選POPPO 就是觀察這個一二十年下來 他有他一套 他那一套好像是 誰來當我球隊的核心 或者是我都可以把 每一個所謂的角色性球員 他的工作或者是 他的能力發揮到離離盡致 然後他有一點我覺得 滿有趣的 他當自己球隊的球員 要換合約的時候 去賺大的錢 不要留這邊 這一點我非常喜歡 這一點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覺得是POPPO 我個人認為是POPPO 啊客啦客啦對啦 Steve客啦好不好 我知道我懂啦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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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沒有聽到答案 客 哇Steve客 對Steve客 OK啦OK啦 在公牛隊拿過總冠軍 當球員 來到勇士隊 成為教練 拿下總冠軍 哇不得了啊這個球 哇這個球員真的不得了 是球員是好球員 總教練的時候 他是一個好的總教練 這個是OK啦 可是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他有一個球員更強 當總管是最佳總管 當球員零度MVP 當總教練 第一年他就拿下最佳總教練 好不好 所以一山又一山高啦 好不好 我是不是又得罪了呢 哈哈哈哈 好客客客客 DDR的女兒繼續叫下去 有機會Final MVP嗎 你不是啦 前提是你要先打進總冠軍賽 他那一天到最後是被保全送走的 他那一天這個 他那一天到最後是被保全護送離開 還在那邊罰球一直叫 有沒有叫到那個 那個暴龍隊的罰球全部都失準 那個蠻可愛的 絲紅弓 真的蠻好笑的 好再來 如果太陽冠軍的話 KD還有CP3 他的歷史定位會落在哪裡 如果太陽今年冠軍 Chris Paul的歷史定位 不會有什麼太大改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因為史上最好的控球後衛 Majig Johnson 不會因為Chris Paul多一個冠軍 然後他就變成史上最好的控球後衛 不會一定是Majig Johnson 然後第二個人會想到誰 可以就是這兩個選一個 看你這是誰 所以Chris Paul今天拿冠軍 歷史定位可能會從二三十變成十幾 有機會 但你要說史上最好的控球會 基本上還是前面那兩個 這個是他的部分 那KD的部分就比較有意思 因為KD原本就是已經在ES邊的十五以內 所以他如果拿下這一罐 他是未來有機會進前十 可是這個部分可能他還要再拿到 FINALS MEP等等 那這個是KD的部分 欸那我問你一個題外話 你覺得他跟我們家綠三軍 誰會先十八塊 哪要開始齁 現在月底要算薪水了 喔沒有啦不是啦 應該是綠三軍 因為綠三軍他已經打了 就是培養這批年輕球員很久了 他都已經快要成熟了 所以你覺得是綠三軍 應該是綠三軍 如果今年兩支球就撞到你覺得是綠三軍 IG秀出來 來喔 不要逼他